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请到的是 吕戴豪牧师 吕戴豪牧师跟大家打个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吕戴豪 那今天呢 我们要问吕戴豪牧师 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然后有很多迷思 也是我从小 就很多好像我跟女生聊过天 女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今天我们要来问一问 前竹莲邦的大哥 以前混包派的 现在变梦师 很多女生长大之后 我们聊天 大家居然想说 小时候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是想要当大哥的女人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大哥的女人 因为你知道电影里面 把大哥女人拍得太 你知道吧 太厉害了 就是大哥女人都很漂亮 然后都很有钱 然后就是哎呀 大哥的女人 对吧 小弟都要叫大嫂 所以 牧师跟我讲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哦 对啊对啊 女生不是喜欢就是 哦 我要当一个好的家庭组 哪有人想要当那种老老师 没有啦 小时候看见都觉得说 大哥女人最酷了 哦 所以叛逆不是男人的 唯一的这个东西 女生也会叛逆啊 只不过没有实行啦 就都在脑子里面想看了 都在脑子里面 对对对对 这个请牧师回答一下 就是大哥的女人 我讲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 大哥女人不是这么回事 大哥当然有女人 当然是漂亮的 因为大哥都跑五厅酒家嘛 club carbale salon 都这一类的地方 对 那你这个腿部修长 长得不好看 你怎么会被到那里面 而且五厅酒家里面 还有红牌的 那是更厉害 更好的 人家一买终点 那就买到底啦 比如说你这六七点 你就去啦 人家一买给你包下来 包整场 包到十二点 到十二点 哇 这个一场啊 比如说五厅的十五分钟一截 一截那是多少钱的 几百块 有人还给你加倍 所以呢 你还是红牌 就是说哇 一下这个礼拜 被人家带出场 被人家带出场 买到底的 哇 他就赚很多的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哥的女人嘛 可是呢 带出场 或到哪里去 你要知道哦 去吃饭 吃那个台北市 有很多的那个 有名的那个吃宵夜的地方嘛 你一看就知道 这五小姐嘛 一看就知道嘛 但是呢 如果你的兄弟在那边 人啊 两个人吃就没意思 那大哥不大哥 有什么大哥 没有人 把你捧着 啊 站起来 哎 大哥好 那个 就两个人 就带个女孩子 这个 那排场干嘛 没有 一定要有那个 大哥 哦 小弟 那个 给你装枪做事 互相捧嘛 捧来捧去 捧着 但是你带两三次 都是这个女的 下一次人家说 大哥你没有别人啊 啊 你只带来这个大嫂 就这一个大嫂 不是的 所以大哥的女人 只是玩几下 就换别人啊 玩几下 他目标是把对方带 这个上床嘛 比如说那五厅 找这个红牌 台湾 台北这么多五厅 新加坡五厅 高 米高美五厅 这什么凤凰五厅 这个五厅 那个五厅 一大堆五厅 十几个五厅吧 那你不会只跑一个五厅嘛 是吧 这个五厅 换这个五厅 所以带出来 出场 你心里就要有素 那些小姐 你这个心里就要有素 有什么素呢 哇 对方次来 捧场 好 这是接下来就要上床的 有些五厅小姐 本事 她什么本事呢 她东托西托 东托西托 搞了五六次 把人家搞得活死了 再不上床 她就不要你了 最后给她上床 那有些女人就甘做 甘心做这个大哥的女人 好 就是好 这样后来 这个也不容易 大哥的女人 她找的都是找 那个 名门闺秀 或者 梁家妇女 或什么 那你就乖乖的 其实要心里想 付上的代价有多大 而且大哥的女人 大部分 大哥都要坐牢的 你没有坐牢 那怎么叫大哥嘛 大哥就要 你不能老 什么事都 小弟替你扛起来 不可以的 你看有一个大哥 大陆大家都知道了 刘汉 一个他弟弟叫刘维 那是四川最大 他叫五百亿财产 你想看看 他那一天 他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 底下二十多个人被抓了 要开始判刑的时候 然后 人家就举报他 举报他 在底下人举报他 一定要有人举报他 他才能够被判死刑 他底下人都要被判死刑 你也不会被判死刑吗 他就说 反正讲来讲 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没有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不认识什么 他说大哥 事到如今的 你再这样就没意思了 多少兄弟都要 因为你被枪毙 你今天还不担起来吗 这句话 人家都哭着讲 马上要判 而且是残废了 为了他被人家打成残废了 然后现在要被枪毙了 你这个还做大哥的 到时候这样 人家说 大哥事到如今 你还讲什么 大哥不能老是推责任的 大哥要担的 担的就要判刑的 有的判死刑 杀人够多就判死刑 看你会花钱 花得够 不是那么简单 大哥老是要坐牢的 弄出来以后 弄两下 又被人咬两口 又要进去了 所以大哥就准备坐牢的 大哥的女人 就要准备 常常去监狱去看人的 看他的老公的了 所以不要以为那么简单 那是演电影 他不电影这样演 你才不看 你就光看痛苦 谁去看这个东西啊 你就知道 不是那么回事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混黑道 将冈虫 将冈死 我看多了 我以前混的 我那些大哥 竹林的大哥 四海的大哥 三环的大哥 这个的大哥 那个都没有好下场 四海的 王大为 我那个大哥 结拜的大哥四海 被他这个部下 那天在电梯里 讲的话一句不爽 一刀就戳死他 王大为就死了 李伟明 就是在日本的时候 我还在日本做过牧师 那时候他还 李伟明还跟我 吃过饭来看我 后来我回台湾 他还在那边 被人家 他拿枪打人家 打一个洋酸武 打洋酸武 拿枪出来 卡弹 打不下来 人家一枪打死他 李伟明被打死了 是个大哥 打死了 三王王道兴死在身边 癌症 陈其里算最好的 他死到柬埔寨 还没有死 后来死在香港的医院里面 他算比较好的 但也不是好到哪里去 有哪几个好的 我以前过同岸几个 死在海上 一个疾病中 他的叔叔叫基成侠 还是个警备副总司令 最后他从绿岛要逃亡 弄了一艘船 还有钱弄了一艘船 翻身 死在大海被鱼吃掉 没有几个 还有一个送信心 他从宜兰喝花酒 他算是不错的 开着Benz500的跑车 在40年前 但是到宜兰郊西 喝花酒带了个小姐回来 喝花酒路上开车开到 撞到悬崖一下 死掉了 哎呀算不完的 哎呀黑道啊 不归路 亲爱的朋友们要知道 不归路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你觉得为什么 黑道会这么的吸引人 为什么年轻人就想要去 假计 一定有 对一定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霸凌别人 因为我小时候被人家霸凌 霸凌是这样 我就从小 我家里我妈妈是鸿门市大姐 我打架打书 我还不要回来 回来我妈妈 我就抓我妈妈的手 说妈妈我被人家打了 那时候我在七八岁六七岁 我妈妈啪一拍 咻咻脸 男孩子打书 还哭成这个样子 像娘们一样 他去打赢才回来 因为我妈妈打麻将 不是只有他一个打麻 还有三个牌 他就笑当笑话 我就跑出去了 越想越去 打我的人还在前面 我就拿个砖头 他比我高大 打我两三年 那时候三四年级 他就五六年级了 我怎么打得过他 我就去叫他 我就把砖头给他盖下去 从小就是 我是被人家霸凌 我才霸凌别人 后来初中搬到台北 就会想 我就搞了个虎威邦 我这虎威邦是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病猫 所以叫我组成一个虎威邦 那我们找一个大哥 叫小六子 因为他有六个指头 学功夫 小六子 打得虎虎身风 学少林拳 打得虎虎身风 每天我在三重中学读书 我每天眼睛看前面 脑筋在想 我打架的时候 我一拳上去 打他左鼻孔 血到底从右鼻孔出来 还是左鼻孔 还是在耳朵里出来 我每天在想 人家血从哪里出来 你会读得好吗 所以后来 我父亲看这个孩子 不是办法 就送我到军校去 结果军校我就学着功夫 后来带头打群架 就开除了 后来我回台北 就加入飞英帮 后来认识陈启离 就进到竹联邦去 陈启离告诉我 他说 大豪 你跟我耍矮螺子 黑话叫矮螺子 就是混帮派 想不想吃香喝辣 我说耍矮螺子 就是要吃香喝辣 他说你跟我学两个本事 就能吃香喝辣 我说拿两个 他说一个不要脸 我说这个还可以 第二个不要脸 所以我本来没有这么坏 我本性没有这么坏 但是想着这两句话 我就坏得下去 比如说你跟人要债 竹联邦就在赌场要债 要债有人 他就给你耍无赖 哭啊 叫啊 那个全家都痛哭流涕 说他现在没钱 他的孩子因为车祸住院 这样那样很可怜 那你听人家讲这么可怜 你说好吧 他给你在一个礼拜时间 钱准备好 他才不甩你的 都给你耍无赖 第一次无赖 有用第二次就无赖了 我只好有经验以后 学了那不要脸不要脸 我说好好好 你这个说法真好 我佩服得不得了 好 那我还是要留个纪念品 跟老板讲一声 是我来过 不然他不相信我来过啊 我看看他眼睛鼻子嘴巴 因为他刚才跟你演戏 你也跟他演戏 长得不错 眼睛鼻子长得不错 我看他大腿 我拍一下说 你大腿长得不错 我拍一下他吓一跳 我就手放在后面 插着一根扁钻 扁钻你知道吧 一个铁圈圈 一根铁 三角形的刀子 扁钻 很容易做 谁都会做磨一磨就好了 我拍一下 放在那边 扁钻拿起来 插插一下 就他大腿进去 这么深 刷 三角形很容易进去 出来不容易 还要这样 拔了个半斤 拔出来 血就喷出来 就要跪在那边 我就刀尖滴血 我就拿白色手帕擦 我说 你既然这样讲 我就留一个小礼物回去 给老板 他会知道我来过了 如果下个以后再来 你还是没准备好钱 我就腿 我就 钱不要了 把你腿割回去 我说你去报警 我腿也不要了 把你头割回去 你也不想看 竹联邦怎么要再的 我还是慢条势力 还是跟他急功 还是这样那样 吓死他 你不要自己冲动 干嘛 不要 留个纪念品 咔嚓一下 慢条势力 这个才吓人 知不知道 我这个训练好几次才能 慢条势力 不然我自己都紧张 你自己紧张 他看你紧张 龙小卫 你是怎么训练的 自己在家演戏 要这样练吗 你说的问题很好 这老板就教的 不要脸不要命 我就跟人家去 人家就这样插 我跟一个阿彪的 他就带着我 因为要有人带 没有人带 怎么可以 你演电影要有人带 我就跟他去要带 他怎么要带 我比他还厉害 就学会了 不但这样 青出于蓝 要胜于蓝 所以要了几次以后 都要了很多钱 哎呀 不错 分红分得也不错 后来有经验以后 我就要开评了 我本来只是护法 护法就维护法律秩序 护法是维护法律秩序 对 维护什么 竹联邦的法律 他违规的人 他不听话的 我们就要给他 颜色看 要错他 弄他 打他 这样绑起来 吊起来 打 这我护法 后来 你就就好像 你的大清国 当一品大员 或是什么玩意儿 大清国 后来 这个永远在大清国 就在皇帝底下 你搞不出名堂来 就要做封江大吏 做梁广总督 两湖总督 新疆的什么总督 分封诸王 所以后来我就做封江大吏 他叫我去开堂 后来我开了一个堂 因为我们是有备份的 我是鸟之备 这个备 那个备 那个备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还有这样那样 因为一直开一直开 开了很多了 后来我开了一个堂 现在想起来很好笑 叫天堂 我过几天礼拜天 还讲个道教 从地狱到天堂 天堂 搞了个天堂 天堂地堂 还有什么的 对呀 天地玄黄 玄堂 黄堂 这个堂 后来越来越 很战斗力 叫战堂 后来我又搞了一个战堂 这个雷堂 什么堂 什么堂 反正怎么好听 都有人去搞 那你要敢就要拉人 拉帮结派 这个就大家去拉人 那怎么拉 如果你要去拉 你说 就是我要开堂 我要当老大 然后你们来给我当小弟 这没人会服吧 当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要给他厉害看看 给他厉害 那些人都打进来了 通常都被人家欺负 他会找到你 替他报仇 就在帮派里面 被帮派的人霸裂 有些不是 不过你要找个四个料 不是个料 你找他干嘛 他连一巴掌都打不了人的 不行 你要训练他 还可以 这要啊 这个像我礼拜一不是讲得到吗 我讲的时候叫交坐待看让 什么都叫交坐待看 叫你去坐坐给你看 带着你坐看着你 让你去坐 你做什么都是要带着人 我教你教你就会了 还带着你坐 所以一刀下去 一刀跟着人 我这个怎么会 这个都是要带着人坐的嘛 所以这个 这一定有的 要跟嘛 做什么都要跟嘛 哪一个不要跟 都要跟的啊 这样叫实习嘛 跟的啊 是的 要实习 对啊 实习 医生也要实习嘛 我在北大读书 硕士班 博士班 也是要实习 都要实习 只是实习什么东西就是了 都要有啊 那你要动脑筋 你要动脑筋啊 交坐待看让你怎么带动脑筋啊 怎么让人跟着你啊 那你也让他有甜头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是还好的事 因为我们竹联邦第一个 你入堂的不搞马飞 不搞毒品 毒品害死人 我不搞 不过后来很多人搞 那个陈吉里死了以后 谁管谁啊 当老大 谁老大 我就是老大 这个东西 而且 现在没有规矩了 人人有枪 你老大 老大我 你枪 他18岁以下 判不了死刑 连无期都判不了 判个15年 少年犯 官三分之一就可以 五年就可以出来了 哇 你把一个老大干掉 你有这个资历以后出来 人家想到你的过去 人家 哇 吓都吓死你了 就是 这还有那种什么江湖传 当然要用 放出来之后 他就是 当年生生生生的 一定会传来传去 不会传 那个演电影的 那个也会传 但是那个是假的啦 这个黑道是真的 但是你要付代价啊 你看 还好你 Begin stage 18 岁以下 开仓打死人 就不会判死刑 最多判15年 少年犯15年 15年关三分之一就可以 五年就可以报 你有个钱的话 这很快就报准 杀人 杀死老大 可是你是18岁以下 不会判死刑 也不会判无期 最高就15年 15年 那个美国更亲的 美国还更亲的 关了不了几年就出来 你出来就老大了 尤其中南美 下十 以前我在达拉斯审讯读书的时候 我到中南美琴 那时候人家啪一个 一千块美金 现在一百块都不必了 真的你还知道 这个行情 现在这个乱得一塌糊涂 不要搞这个东西 这个搞都没结果 不好 可是年轻人他就喜欢这样 因为他会保护你 至少你出了个事 人家替你把人家打的 满不满足 不满足再打再打 满足了 好 你看看这样 那你想看看 人家把人打成这样 为了你 他又不认识对方 那你能不能 你要不要卖命 你就要卖命 你在帮派 一定有他的甜头 有些帮派不讲道理的 卖马飞 请问你卖马飞 卖马飞的人 吸马飞的人 一定卖马飞 请问你 你现在吸马飞 一定是那个上线 喂养你的 他开始让你不要钱 膝下 蛮舒服 蛮舒服 越来越速 越来越上瘾了 你就是他的下线 你想看看 如果不是人家 你抢了别人的客户 人家打你的 这一定要 这一定要是自己喂养 你就是我的下线 我开始免费请你 让你习惯以后 台湾话叫你掉 你就弄上了以后 引上以后 你就替他 开拓一片天地 一定要这样的 自己喂自己的人 下线 都是这样 不然你 你钱哪里来 吸马飞 你知道一功课 在泰国 这个金三角 是十块钱 那时候我讲 三四十年的价钱 弄到台湾来 编一千块钱 十块编一千块 一百倍 如果是这个 肥皂粉一包 在泰国只要卖一百万 卖到台湾就一亿 一亿就罚财 一百万发不了财 一亿就罚财了 所以杀头的生意 有人做 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所以你想看看 马飞 哇 这个多高的利润 太高 那你就是要喂养你的人 要这样 那样 你就把你底下的 弄得清清楚楚 现在又很容易 现在又什么东西 化合药物 什么配合 配出来 不必要等他在那个什么 反正让你兴奋 兴奋 不必马飞 不必鸦片 鸦片还要涨 涨几个月 其实现在我们在美国 这边那个 Fentanyl 分泰尼 分泰尼 你知道什么吗 是马呀 那些动物的 Tranquilizer 麻醉剂 所以说他们就是用那些东西 然后来跟 怪不得人吃一点就会死 因为原来是跟马用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 这个样子 所以说 这都是非常非常 现在还有化学可以配合的 以前还是要马飞 体炼 现在化学的更厉害 要多强调 现在比如说 我请问你 辣椒 朝天椒 你真正的辣椒 再辣 这个 你都没什么 它化学配合的辣椒 你知道一点点就会弄一大堆 化学的嘛 它不是真正的那个 从辣椒里弄出来的 它会弄啊 它是配合里面的元素 弄成一样 就是 现在都已经很多次这样了 很多都已经这样了 所以化学配合 将来就更多 在末后的时代 你没有一片田地多 是照样 还是可以弄出很多 安非他命啊 这些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 我就变成 你离开这个世界 这一方面已经很久了 不知道 但是万变 不改其中啊 你要混黑道 混那些东西啊 后果都不堪设想 你说人啊 大家多爱 多说讲好啊 大家萨学为盟啊 大家赤字啊 这个东西都假的啦 还要告诉你 出了事以后 互相你判得重啊 你会发现 你咬他他咬他 我告诉大家 都是没那么回事 人生 你一定要走到那个阶段 你还说兄弟情 哇 这兄弟情那个什么 这个有一部电影 叫做什么 梁三宝一把零把零把 叫水浒传 多好 一个十百千万啊 没有这个世界嘛 梁三宝有这么一个梁三宝水 那出了几个小土匪 哪里有人写了一本书 没这回事 连那个政治人物都没有这回事 大家挺谁 挺谁啊 对啊 没这回事 台湾那个 十个党那个党 那个党都一样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绝对不要相信 没错 那你是怎么发现 基督是你人生的救主 然后因为你之前在这个样子的生活当中 你之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大哥带着你 你一直学的是大哥的这个东西 你是怎么样发现说 天哪我需要耶稣 然后我的人生不应该这样过 我在民国63年 1974年 我从监狱出来要偷渡出国 没想到政府扫荡 逐联邦 抓了四十多个人 我跟陈麒麟就被抓了 送到外岛 我们相处在一起 一两年的时间 天天在一起 他跟我讲那些的爱 他是大哥级的人了 哎呀 我还听一听 他对这些都很失望 都这么回事 不过他要我把英文学好 日文学好 我是学英文干嘛 他将来我要派你到美国 跟Mafia 跟他学了Connection 我说学日文干嘛 他说要我跟Yamakuji Kumi 三口组 学校的广东话 学校广东话 中学同学 14K的挂钩 所以我监狱 读英文读日文 那时候不是想当传道 是想当江湖杀手 又不想留在台湾 因为台湾那么小 一抓就判很重的罪 一抓就很重的罪 台湾我就想到美国 到日本 这个天下之大 那时候也没去过 也不了解 反正就是这样 年轻人 对 就想当职业杀手 来无隐气无中 因为我杀手打过人几个屁股 我勒索了一次两百万 四五十年间 两百万不得了 一个子弹就两百万 哇就等于现在两千万 开玩笑 这个东西 也不定数的 这个怎么知道 只是我有要到 这么回事 我就以为杀手都是这么容易 我就在痴心妄想 我都想一步登天 反正年轻人不懂事嘛 后来抓进去以后 后来我又逃亡出来 又被人咬了一口 关了 就判了十四年 一共三十八年 我每天在房间里面都想 原地跑步一万下 准备打冲锋 再招逼买马 找人逃亡 后来有一天 我接到一个封信 一个大学的女学生 写信给我 这个女孩子的哥哥 是我高中同学 我把他哥哥带到帮派去混 他哥哥在犯案被抓到警察 一打他就把我咬出来 结果呢 那么后来 我就判了 多判了十四年六个月 那哥哥有一天 偶然就跟他妹妹提到 哎呀 他对不起一个人叫吕戴豪 怎么样讲到我的心情 他妹妹才信耶稣 才信两年 但很热心传福音 听到哥哥说 这一个人帮助过他哥哥 他对我是想这个人 他说这个人不错 本性没有那么坏的 这个人就 女孩子就开始打听 我的弟子写信给我 我坐牢嘛 有人写信 当然好啊 他叫我信耶稣 我想一个大学的毕业生 那个我一个女孩子 哇 写信给我 信耶稣 信什么都可以 去撒蛋都可以 只要关心我嘛 这个我管你信啥 对不对 我就跟他通信 他也不说破我 他知道我就这么回事 但是呢 写了二十封信 后来我就跳海游泳出来 八个月以后又被抓回去 我是判了十四年六个月 一共三十八年 我想这个女孩子 一定不会理我的 女孩子本来就要不理我的 他要祷告 神给他说 主要用它 去传福音给他 我要用它 这个人 他不是想爱上一个 判三十八年的一个犯人 而是想传福音给 这是主要用这个人 就写信给我 一直写给我 我怎么会改变呢 他写到的两百五十封信的时候 有一天 有一个隔壁房的人 叫Akido 本名叫林明雄 他来看我 他常常在我房里来跟我聊天 有一天聊了一半 一下抽筋就死了 不到四十岁的一个年轻人 就突然死了 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第二天我看着窗外 人到底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想到我的一生 在犯着这圈子里打转 我想不想坐牢 我不想坐牢 我想不想犯罪 实在是我不想犯罪 我腻了怕了 我不想犯罪 但没有办法 我妈妈每一次来看我 没有一次不是哭着回去 有一天当着我面前 用头去撞起来 要死给我看我妈妈 我说妈妈请你不要折磨我 我妈说是你折磨我 是我折磨你 我说当然是你折磨我 我坐牢坐得好好的 你干嘛每一次来要死要活呢 我妈妈说这个王八蛋 你生了个小孩 判38年 你笑得起来吗 我不知道我妈妈 我不知道我坐牢 我妈妈比我还苦 这世界上天下父母心 我那时候也没有小孩 没有生小孩 也没结婚 我怎么知道我坐牢 我妈妈比我苦 我只会骂 我说老子我坐牢 你们在外面吃香喝辣的 谁还知道我 我妈妈说你是我儿子 还没在老 在老娘面前的老子老子 她说你啊 你如果生一个小孩 判38年 你笑得出来吗 你这个王八蛋 我怎么知道 我完全不了解 父母亲的心完全不了解 后来我有小孩以后 我才了解 你也不了解 因为你没有小孩 你略微了解 有小孩 我也知道大道理 我告诉大家 亲爱的朋友们 好人在哪里 好人都在监狱里 都说他是好人 都是冤枉冤枉冤枉 那个时代也没有监视器 是吧 五六十年前哪有监视去 他法官又没有看到你 当场作案 这个警察没有看到你作案 没有证据 所以大家都说 法官都冤枉冤枉冤枉 都冤枉了 都说好人 坏人在哪里 罪人在哪里 教会都说自己是罪人 罪人 好人在监狱里 坏人在教会里 大道理谁都知道 谁也做不到 谁也做不到 这个罪的力量太大了 就想一个上个月 有一个现在有诈气集团 常常打电话 对不对 就诈气诈气诈气 有个老人家七八十岁 一个娇娇滴滴的 那个美少女的声音说 大哥这样那样 少来了 诈骗集团 想来我这里门都没有 把他臭骂一顿 最后你女孩子说 大哥你不要这样嘛 你不见得讲的是对啊 就讲一讲被骗了七十万 可啊 台币七十万 在警察局做笔录 他说明明他是个诈骗机 明明知道他还是被骗了七十万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明明知道他骗人 被他交叽叽的声音 骗了七十万 我也知道啊 坐牢不好啊 妈 这谁喜欢坐牢啊 判38年 谁喜欢啊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大家注意 抽烟的人不知道抽烟伤他的肺吗 知道 喝酒的人不知道喝酒伤他的肝吗 知道 这个吸毒的人不知道吸得他倾家荡产吗 知道 赌博的人不知道赌得他家破人亡吗 这叫人问全世界都知道 都做不到 大道理都知道 有些犯人最知道 做不到 所以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阿基罗突然死亡 我觉得那基督徒弟两百五十一封信 他带好你不要再靠你自己 你一生靠自己什么 我想他前几条妈来看 我用头去撞墙 这整个压起来 大道理我都知道 怎么不知道 但是罪的力量太大 我会想 像我这种人 这人都骄傲 我不适合干一般工作 一个月赚台币两三万 我赚到什么时候 像老自我 一枪打人屁股 两百万 那时候的两百万 四十多年 五十年前两百万 等于现在两千万 也是你三百万 那个什么 这个两千万 也是每金差不多要快一百万 一枪就快要每金一百万 那个就是罪恶的力量 我也知道 知道不应该这样 可是赚钱一步登天 我也知道大道理 就做不到 所以呢 我就在想 就在那时候 那个基督徒的两百五十一封信 来的 他说大号 你不要靠你自己 你靠你一生 什么 我想悔恨 悔恨无尽的眼泪 他信耶稣不是劝你为善 我以前以为宗教不都劝人为善 他不是 他是赐给你行善的力量 他给你行善 他不是劝你 我以前认为宗教都劝你为善 他不是 他是赐给你行善的力量 我觉得这句太重要了 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 律法都刻在我们的心中 好坏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 然后是耶稣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执行 我们心中的这些神给的律法 信耶稣他不是劝我为善 劝他我最会劝人为善 我做了我最会劝人为善 因为我得过全台湾演讲比赛第一名 而且我在监狱里 哪一次成交演讲比赛都第一名 你知道大道理我专门劝人为善 还有我为了赚钱 我写稿 写稿 我投稿联合报复刊 中央日报复刊 新生报复刊 中国时报复刊 叫人拿我做一面镜子 而且我很会画画画图 我都画一个漂亮的图 感动到联合报的那个总编辑 复刊的总编辑 昨天他他六十多岁了 我才二十多岁 他叫我李大哥 他说我被你写的一字一类流眼泪 哎呀 这一个人 六十多岁叫我二十多岁李大哥 他说然后就给我八百块的稿费 快五十年前八百块 等于现在八千块 稿费 一篇就八千块 现在的 你知道我一个礼拜一篇就好了 四个礼拜就四篇八千块 三万二 那如果算现在在假天 我专门劝人学好 我自己专门学坏 反正达到目的前来再说 所以坐牢的人坦白说是很聪明 但不智慧 你知道什么叫聪明 什么叫智慧 聪明就是眼见的聪明 弄的钱 弄的什么 那很聪明 但想不了远的事 只要现在拿到钱 什么都 谁要拿到钱 这个是聪明 但是不是智慧 智慧想远的事 所以现在人太聪明了 不智慧 后果不堪设想 大道理谁都知道 做不到 所以但信耶稣 他不是劝你为善 他赐给你行善的力量 因为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主 他要引导你 透过神的话就改变 所以那一天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基督徒第250一封信 原来信耶稣不是欠你为善 我以为宗教都劝人为善 他的不是 耶稣不是欠你为善 他赐给你行善的力量 所以后来 我那一天经历重生 开始真正的读圣经祷告 以前也读是为了让那个女孩子喜欢 字写得漂漂亮亮 只是为了让那个女孩子喜欢 心里不这么回事 重生以后态度就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也不敢说一下就多改变多少 但是一步一步 基本上摸着那个窍门 后来读圣经 我就全房十二个人 我们房间就这么大一点点 有没有那么大 睡十五个人 都判十五年以上徒刑 就怎么样 比这小一点 小三分之一 这样一个房间 我大概全房十二个人都信耶稣 已经有四个人出来跟我一起传道 然后跟主说 你救我出来 我的一生要被你来使用 后来上述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两年以后 法案透过一个福州人 查出我的案子是冤枉的 那福州人叫林炳雄 林炳人 我一辈子走到哪里都要纪念这个人 我不认识他 他把我改判无罪 我民国67年 1976年 1978年改判无罪 民国67年 1978年 改判无罪 1979年 然后坐牢出来 我开始念神学 然后到美国来读书 读了五个硕士 三个博士 开拓了五六十间教会 所以呢 自己 当然我不敢说 我现在要走得多好多好 我哪一天不靠主 我一样会发脾气 一样 对不对 谁不会 就要慢慢 再改变了 但基本上已经抓到窍门 所以呢 我现在 我的女儿 两个都博客来毕业的 就跟我一起回台湾 做宣教的工作 大女儿在士林真理堂 再给一个传道人 我小女儿自己开拓教会 叫PLA Power Light Army 激光教会 然后我们就在淡水那边服侍主 我大女儿替我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十岁一个八岁 小女儿替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觉得很幸福 虽然不是都有钱 什么叫有钱 我觉得不是有多少钱叫有钱 是不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什么叫有钱 马云有钱吗 李文有钱吗 李文要46亿的台币 结果怎么样 张国荣也是几十亿的台币 有的跳楼 对不对 一个跳楼一个自杀 他们不幸福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我觉得不自缺乏就是 有钱 就是富有 有心中有耶稣 人生有方向 我也不敢说我现在走得多好 但是我已经摸着这个窍门了 是不是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而且是对特别是年轻人来讲 因为年轻人有野心 想要去床啊 去做更多的 各式各样的事情 但是其实就跟你说的一样 富足是什么 其实富足在家庭里面 其实富足在神里面 富足在圣经里面 这个是我也是绕了一圈 你也是绕了一圈 然后才找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在 监狱里找到 然后透过一封信 找到 不是在监狱里找到 太奇妙了吧 是啊 监狱还能找到的 监狱这叫人学坏的了 那后来那个女生 后来变成我太太了 替我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真的 是啊 所以她就变成你太太了 对啊 刚开始很难 她是扶着她妈 爸爸恨死我了 因为我把她哥哥带到帮派去 混她 哥哥后来放案被抓到了 我替她哥哥把她案子扛起来 但她爸爸是拔不得这个儿子 跟绿带号永远分开 因为绿带号这个名字 从她脑海的永远消失 未然七八年以后 哇 她的女儿跟一个 就吕大豪交往 她想大概是同名同姓 但吕大豪这三个字 不容易同名同姓 她说 她那个女儿说 就是哥哥那个同学 她说你知道她以前干什么的吗 知道了 信耶稣改变了 她信什么都一样 她居然讲一句话 福州人嘛 她说吕大豪会改 天下的啃羊 无口水 地谋会怕秋 什么意思呢 天下的啃羊就是狗 你待会改天下狗都穿衣服 母猪都爬上树 这个人说我会改是这样 后来我们神学院的院长 吴永长老去他家提亲 说保证要替他训练这个年轻人 他爸爸 因为这个人很有德高望重 他爸爸说 他试试看 所以就接纳我 后来我爸爸 我岳父最喜欢我 我在乌鲁木齐的天使 有一年到那边去宣教的时候 替他在天使给他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我们两个相当的家庭都在传道了 现在我们太太的家人 一家四个兄弟姐妹 全部都做牧师 这就是当时跟我混合到 那个陈一鸣做牧师 跟我同学的 第二个我太太也做牧师 第三个这个女儿 那个一个叫陈又律的 后来嫁到San Francisco 也在那边做牧师 杨洁堂是牧师 他也是牧师 第四个陈雅明也做牧师 他们一家都做牧师 那奇妙 所以后来的 真的太奇妙 所以还是得赶快信耶稣 你说把真的是把 我觉得真的是在他身上 真是不得了的见证 就是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结果神居然都翻转成这样 而且你说神真的感动他太太 一个在监狱里的人 谁会写两百多封信 给一个监狱里人 写了五百封信 五百啊 两百封信 五十封信的时候 我重申信了耶稣 那不能重申以后就不写了 继续又写了两百五十封信 一共五百封信 哇 真的太奇妙了 非常感谢牧师 你今天给我们讲这样一个见证 我觉得你的见证 真的是可以 就是讲一辈子 然后走到哪里 都会激励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让人真的看到 神真的是祝福 就是我们的神不是偶像 我们的神不是那种偶像 说黑刀大哥 跟电影里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吧 就是说出去之前 又拜关公 我今天又出去杀人了 我拜拜你 你让我这个顺利 你让我这个钱 不是的 真正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 神不会让你去做那样的事情的 真正的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今天在他身上看到的见证就是 真正的慈爱良善的神 会在我们人类身上的心意 这是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 给我们的心意 而不是那些偶像给我们的东西 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 那如果朋友 你要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 欢迎你走到你的教会里面 如果你要是台湾人台湾很多教会啦 你都可以去 但是注意不要走到异端 你要找到三一神 三位一体真神的基督教会 大家可以去找 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欢迎去联络你附近的教会 你如果想要更认识神 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 如果你的人生也要像他一样翻转的话 或者那当然我们也有见证 如果我们见证真的不是这么大的见证 但是大家能看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你也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过不一样的经历 如果你想要真的经历神 欢迎你去认识耶稣 只有他才能够翻转你的生命 阿们 阿们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李牧师 见证真的太棒了 很精彩 谢谢你 谢谢祝福大家 谢谢 好谢谢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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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